你怎么回事 李小姑娘 你怎么了 这眼圈怎么种呢 眼里进沙子了 我见过眼里进沙子 可没见过两眼都进他 他把你怎么听了 没怎么 真的 你可要跟我说实话 实话 真没怎么 我眼睛里可不揉沙子 什么混蛋王八蛋 敢骑到咱们的头上来 大人怎么着你啊 王爷就敢一枪崩了他 也不知道王爷 现在怎么样了 这怎么了 今儿什么日子 二位大喜了 二位大喜了 完了 这就完了 这是断头犯哪 医生还没审呢 就猜着口了 还有没有王法 还有没有王法 臣是菜是口 王爷为毕 他们还能留着我 做梦吧 按大清律 禁之宗室天皇贵重 即使犯罪必死 也不能明正典型 只能一杯毒酒 三尺白铃 而且要在宗人府里 你 这是什么家具 要给王爷留面子呀 落个全尸 这是身份 我不要这个身份 也别给我留面子 来 慢大哥 我喝你一袋 菜是口 一刀两断 来 来 咱们喝 咱们吃 下一站 就是枉死成了 吃啊 我一臣肝肠寸断 哪里吃得下去呀 吃吧 喝醉了 看头就不疼了 臣想不痛恨 想不痛啊 臣姓万 您年轻 当年 慈禧皇太后 就因为这个名字 喜庆吉祥好口彩 把臣提拔成 二甲投名传卢吉地 臣虽然是汉人 可是对朝廷却忠心不二 头笔从容 书生请阴 桓氏满朝 能有几人 就你一个 毒的一份 可是到头来呢 那些尸位 素餐之流 贪生踏死之辈 孙公匪己之徒 人高高在上 可我却成了死囚 天理何在 王凡何在啊 要说冤 谁不冤呢 我好好的在日本念书 还有一下 死围 洪烟知己的画子 可偏要把我十二的金牌 给拽回来 让我当一个什么破王爷 硬塞给我一个福袖 Mire 得了 认命吧 可命不认我呀 一会儿进了热火罐 一会儿又进了冰水盆 我招谁惹谁了 冲锋陷阵的是我 披家带锁的还是我 我保大清国 可大清国却拿我开玩笑 等着吧 等彭醒师他们打过来 夺了拳 这帮王八蛋 谁也别说谁 一个也跑不了 咱们 先去阴曹地府 给他们占地去 班长哥 我敬你一杯 听吧 配不 陈要作一首诗 绝命诗 先喝了吧 吧 等到了那边再作 不不不 这你要作 天山未远 密封豪 这句的意思是 班定远万里封豪嘛 天山未远 密封豪 万里归来 坐出球 生前不知 深厚事 生前不知 深厚事 深厚事 二位 请吧 等等 等等 等他把事做全了 出去了再做 别慎这儿了 没规矩 人家是在做绝命时 别打断他的文思 有了 社稷永安 复何求 好 二位同好 回见了 等等 等等 出车呢 伺候我们的柜子手呢 是啊 我们带的王法呢 没给二位预备 岂有此理 出洪差上法场一生只有一次 岂能如此草草 那二位想去哪儿啊 菜市口啊 对啊 菜市口可离这儿不近哪 得从这儿到宣武门 然后再往南 要不 二位顾定轿子 废话 我们都死到临头了 还得自己花钱顾轿子 谁说您死啊 没事儿了 来 王爷 王爷 怎么着 这 怎么着 这 怎么着 王爷 你看 王爷 你看 上爷 上爷 对 大胆 乱打 身体发腹受之腹补 你竟敢不要了你 又变了你 老板 我怎么看不明白了 咱呀 还是别管闲事了 先回家 你是回你住处啊 还是跟我回府 应该先去谢恩哪 对 还是您懂规矩 皇恩大赦 刀小留人 咱得先去谢恩 走吧 奴才 前禁卫军携办 熟理第一阵统治 寿军王寿元 臣电视传炉 二甲同名近视 汉陵院检讨 君子府张静万年轻 望去谢皇上天安 二位 快起来快起来 我去大牢接王爷起来 晚了一步 走走走 快回府吧 一家子人哪 全都等着您哪 瞎着 本王还要谢皇上呢 王 王爷 您还守着老皇里呢 皇上没有了 皇上退位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当今的皇上是谁啊 没皇上了 您您看 改大总统了 大总统 大总统 大总统是什么东西啊 李渡算 李渡算 小畏 李渡 李渡一 海 怪我 我忘了扔了它 我听 我听说你和王爷定了死罪 我才把他摆了出来 我这就把他扔了 给我 给我 不要扔 用得上 用得上啊 皇亲都没了 还有什么汉陵院 还有什么警卫军 不不不 不喜也不唤 就这么脏的 你们谁先告诉我 我刚关了一个月 大清哪儿去了 我活了 朝廷死了 说呀 王爷 别叫我王爷 大清都完了 我是哪朝的王爷呀 主子 眼下还是大清呢 你喜吧 什么 还是大清 听说正月初一才改中华民国的旗号呢 还差好几天呢 那不都一样吗 您赶紧趁着这几天 把自个儿收拾利索了 就算 就算给大清挣脸了吧 对呀 信说得对 信啊 您可真会说话 徐二啊 赶紧的赶紧伺候着王爷 刮脸 喳 我刮我的 你们说你们的 别耽误 到底怎么了 就天翻地覆了 我 我们也不大明白 就是这些日子竟忙着你的这些事了 这外头吧 一夜之间 呼啦啦就改成还代了 那皇上呢 朕与皇太后不忍因一性之尊荣 而令义诏百姓生灵涂炭 这是谁的文笔呀 反正怪不着你 又不是你你的指人 乱名 乱命啊 人家王爷亲贵 八旗的旗人全认可了 你还生什么气啊 咱们是汉人 你好糊涂啊 这不是满人和汉人的事情 这是江山设计 皇上训味 那朝廷里有那么多王公贵妓 摄政王 庆王爷 就该死贱 求皇上收回成命 那摄政王跟皇上是亲爷儿俩 人家都商量好了 谁见谁呀 好好的皇上 说没就没了 你咋扔个糖豆呢 不 皇上还是皇上 那民国还是皇上呢 观改了年号 好像是民国是民国 皇上是皇上 皇上不管民国 民国也不管皇上 关几门都皇上 你 你学都学不会 那就要保持皇帝尊号 光有尊号有什么用啊 假的一样 王爷 破了个口子 没刷那没用的 支付皇上光有个紫禁城 别的都没了 听我阿王说 紫禁城也是留一半 光留后宫 不算三大帝 幸亏皇上退了位 要不你还出不来呢 要是他晚退位几天啊 儿啊 你命都没了 他凭什么杀我呀 说我降了革命党 口说无凭 可他们却白白地 把江山送给了革命党 他怎么不自杀呀 不白做 民国答应了 每年进宫给皇上 四百万两银子 让皇上随便花 皇上花 那咱八级这几十万户 上百万口子人呢 民国也养着 我 卢行 我得问个明白人去 王爷 又破了 吃饭 没见过血呀 别拦着我 慢点 慢点啊 别动 站住 劳烦通报一下大人 兽郡王求见 听见没有啊 赶紧通报 兽郡王兽园求见 走开 你个狗奴才你 勇武军长你 走 吕征 请转告大总统 如果有要本人出力的地方 定下要全马之劳 告辞了 大人 大人 你是谁呀 你把谁发到武昌打仗去了 又把谁送进了天牢 兽 兽援 兽大人 兽大爷 释放了 这是新朝新政 大总统一声令下 凡是有革命党嫌疑的 一律无罪释放 你是有惊无险哪 不 应该说是 你是得了风气之先了 我想请教 是谁把大清拱手送给了革命党 有你没有 我错不了主 那是皇上定的 皇上才六岁 他懂什么呀 还不是你们这些内阁大臣六部九卿 说什么是什么 你们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江山 对得起祖宗吗 对得起八旗子民吗 我还有事 失陪了 你要是谢恩 就去总统府吧 先大总统去 我正要打听这事呢 大总统是谁呀 是武昌来的吗 你熟啊 元公宝 真是元世凯 不易碍 是何大人在 我们大人到董董府里面 还没回来 您请回吧 现在 不错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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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啊 来 干嘛 尸王啊 尸王 尸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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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王爷吧 真是寿王爷 听说您大安了 给您道喜了 听谁说的 您那舅爷 少公爷呀 今天农工商衙门团拜 行会 他的题调啊 农工商部 那是大兴的衙门呀 他倒还在啊 改了名了 叫什么商业部 这尚书呢改叫总长 侍郎呢改叫次长 郎中叫什么司长 换汤没换药 这台底听戏的呀 个个都是手脸 模样没变 光是少了条辫子 一衙门全城革命党了 您还不知道吧 难怪 您在里头那么些日子 外头唱什么戏 您不门清啊 韩社就得投了三条胡同 王爷要不怕怠慢 到灵人那儿去坐坐 向这改朝换代 我们在台上尝尝 全本的铁罐图不就是吗 可谁想到啊 人生百年啊 还能赶上回真的 您用不用鼻腰 不用 尝尝 尝尝 你明白了 我还糊涂着呢 一天一个信 没重样的 后来说着说着 没信的 说是袁公宝从中出了力 两头说和 袁公宝 您还记得吧 剁成肉馅我都忘不了 你说 说来说去啊 皇太后下旨 皇上退位 革命党呢 也不打北京了 倒把个大总统啊 让给了袁世凯 这是谋朝篡位 就没有人看出来 你们那些曹操戏 都唱给茶壶茶碗听了 唱给捉衣板凳听了 王爷要是没出事 没准在朝里啊 还能嚷嚷两声 可也就是嚷嚷几声 谁听啊 谁给您喊好啊 那那些王爷公爷呢 他们就心甘情愿 反正是全部延伸了 袁公宝倒是念旧情 谁也没忘 全都给了吴沙漠 您说 谁还跟他置期啊 令人把话说得头了鸽蚱 王爷的沙漠刹 肯定早就给您预备好了 您啊 还得阔 还得红 您别跟他较劲哪 这可是皇太后赏的呀 我 我陪你 不是 这 王爷回来了 王爷回来了 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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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回来了 王爷 王爷 王爷回来了 王爷 这一半天您上哪儿去了 可把人急坏了 王爷请来 王爷请来 我跑民国转了一圈 你把额娘急坏了 一口饭不厌 家人们都上大街上找你去了 王爷 给王爷请来 给王爷请来 王爷请来 下人们吩咐厨房 王爷用膳 不止 都堵在嗓子眼儿了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真是 人家惦记你呀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 这些天 这些天 你在那大牢里头 豁出 豁出去了 混吃等死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啊 额娘面前我得撑着 下人面前我得绷着 客人来了 我得陪着笑脸 求爷爷告奶奶 就连个寻街的 我都得哈着 我眼泪 我眼泪往心里都流 我得求着佛爷 保佑我别成寡妇 难为你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私立逃生了 也不说安慰人家两句 就跟一棵树上吊死似的 光想着你的大清 朝廷怎么了 皇上怎么了 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你操那么多心 累不累啊你 咱是大清臣子 太祖皇上的子孙 太祖皇上就你一个子孙呢 那皇上不是 摄政王不是 那么多王公都不是 人是一个就比你近 你怎么那么拿自个儿 不当外人呢 你呀 没法跟你说 你心里就没有朝廷 光有你男人 没错 光有我男人怎么了 大清有什么好啊 他差点让我守了寡 人家中华民国再不好 他给我男人留了条命 我管他哪朝哪代呢 我的福建 我困我累 你男人就想睡个大觉 行不行 你困了 还知道睡觉啊 我当你这些时候 在大牢里头 把后半辈子的觉 都睡足了呢 你 一切跟你把床都铺好了 全是我陪嫁过来的 新铺新盖 都没扔过身的 我还没洗澡呢 弄脏了 那就先洗澡呗 现成的热水 赶紧商量商量 那新铺盖留着明儿晚上再用 我今儿个就在书房了 你还想一个人睡啊 在牢里 你还没一个人带够啊 这会儿我一脑袋全是酱子 你让我自个儿闷头睡一觉 把这团乱麻捣腾清楚了 行不行 就算我求你了 你真是哪 老爷 歇着吧 老爷 我问你一句话 大清王国 你有没有听人说过 有人殉难 死结 殉难 死结 就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回 自己了断的 自闻 跳井 服毒 那倒没有 好啊 好 太好了 事无英雄 随时数字成名呢 老爷 你可千万别胡想瞎想的 好不容易九死一生 咱们可要好好过日子呢 老爷 快睡吧 睡一大觉 歇过来再说 来 走吧 家里有酒吗 还有半瓶 我要喝酒 我要做事 三晶半夜的 诗兴如潮 闻思全涌啊 还分什么时辰 去吧 看 这个 这个 看到 王爷不能死啊 霓卿 你怎么在外头 我怕王爷想不开 出事 你怕我自杀呀 我疯了 别人杀不了我 我杀自个儿 让他们看个哈哈笑 你们家王爷是傻子呀 可您 干吗拿着枪指着自个儿啊 我就是比划比划 我不信 不信 你自个儿看 有没有子弹 我看不出来 看 空的 本王 上过日本士官 要自尽哪 也不能用枪 得用刀 抛腹 懂吗 就是拿刀 竖着进去 横着一走 还得呀 把自个儿脑袋给砍下来 自个儿 自个儿抗 自个儿够得着吗 得拜托别人 还得是最亲近的 那 那 那谁下得了手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帮忙 成全他 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王爷 您别说了 我还怕 准得做噩梦 你以为谁想这么死就这么死啊 这是贵族死法 起码也得算个武士 平常人不够身份 行了 你也甭盯着我了 刀枪你全拿走 那 奴婢替王爷收着 省得你整宿不睡觉 好 那我可真拿走了啊 王爷什么时候用 再还你 我还有用得着的时候吗 天下全是人家的了 这呀 全是笼子的耳朵 摆设的 你退下吧 我睡觉了 是 阿姨 爹 老爷 老爷 决明师 圣朝已是作食圣 夫尘安折今日休 许一成人唯一死 无依无血继九州 干什么 干什么呀 懂不懂规矩啊 我 我也见王爷 肚子还没起呢 回多再说吧 不行 等不了那么多了 要出人命了 您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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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万岚也要出人命了 万岚 他不在上罚 在书房 王爷 我 王爷 你快去救救他吧 他要自杀 万大嫂 您说万大哥要自杀 对 你看 他连决明师都写好了 举一成人唯一死 他玩真的了 您备过身去 雪儿 快更衣 好 更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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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奶 大清朝列祖列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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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臣万年轻 拜天 王爷 您留马呢 快找万老爷 别让他死了 好 就 快快快快 王爷 等等 皇上 江山一统 万年轻 银血时毛 赤子心 故国不堪 回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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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这一句 就不让我死成吗 赤 愧对皇朝百年恩 愧对皇朝百年恩 错了 错了 离了运了 皇上 就不让我恋了 这岁天 这岁天 江山一岁 一岁天 青岁天 嗯 岁天 十岁天 三岁天 万大哥 万大哥 王爷 你怎么自个儿下去了啊 王爷 你小心点啊 王爷 快快快 你往里搭把手 王爷 这不成了 准备后事吧 闪开闪开闪开 万人啊 王爷 王爷 您这是干吗呢 没见过吧 这叫人工呼吸法 是在日本学的 王爷 还真缓过来了 行了 没事了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别围着了 真没事了 真没事了 有事往上面 走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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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喝几碗了 还这儿哆嗦呢 大嫂多着急啊 王爷 王爷 您也喝一碗 行了 给她喝吧 你看那冻的 吹嘴 你说你 你怎么不是个死法啊 王爷 您别提死啊 我劝她 我是恨她跳后海 王爷 你害苦未尘了 什么 你恩将仇报啊 告诉你 换了别人我还不救他呢 臣是 臣是以身殉国 志在必死 你却把臣给捞了上来 臣死结不成 反成天下人笑柄 你想舍条命 给大清挣点面子是不是 那你也不够身份呢 那臣就此向王爷 辞行了 王爷 等等 要死啊 把你的绝命诗也带上 不对啊 你这末了一句不在韵上啊 哪句离了韵了 是 是错的 跳后海之前就没想出来 那容辰到阴曹地府再续吧 等等等等 不成不成不成 凭你我的交情 你看看捐漆了 我怎么着也得把你的诗刻成本集子吧 到时候人家一看错了一句 知道的你是求死亲切来不及了 不知道的以为本王课错了呢 你呀 先把这诗改对了再说 银馨 伺候笔墨 是 万太太 有什么话咱进屋说去吧 我们老爷他 您放心吧 万老爷就是进了鬼门关 王爷也会把他拽回来的 走 写好了 故国不堪回首看 青史再再永留名 银馨 你看这两句成吗 奴婢不懂 什么狗屁不通的打游诗啊 真是 王爷 你 你先微尘于不义啊 云馨 你先出去 我今儿非跟他掰扯掰扯不可 怎么样了 别着急 回主子们 饭菜准备好了 请主子们用膳吧 吃吧 一吃就没事了 在大牢里 你要全揽下来替我一死 这回呢 你又来了这么一处 你是忠义两全了 可我不明白 你连死都不在乎 还在乎活着吗 活着 可不活着 以为这就算完了 没那事 古话说得好 百族之虫死而不降 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咱大清二百多年的根基 说没就没了 我才不信呢 莫非你老万就信 王爷是说 大清还有恢复之日 你等等 我先把门关上 别让民国停了去 要不 干吗还把皇上留着 保存尊号啊 那就是留后手呢 庚子年间 我才十一岁上 列强八国联军打北京 满眼全是洋鬼子 连皇上皇太后 都跑到西安去了 结果呢 赔款是多了点 可大清又回来了 我就不信 这袁世凯 比八国联军还黑 还厉害 王爷这是劝臣不死 还是真这样想啊 我骗你干吗 真要是十年八年的功夫 大清还不见起色 咱俩手拉手 一块儿跳后海去 咱谁也别叫谁 一言为定 司马难追 收我一句臣有了 故国不堪回首看 且待来年见后卿 后卿 汉有前后汉 汤有前后汤 大清既有前卿 就会有后卿